我们提到泰勒展开式是把一个函数 使用polynomial多项式的形式来逼近 把它写成一个这样的模式 那么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却是马克劳林级数 什么是马克劳林级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勒展开式 那各位同学知道说我们这个rn项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0 这是一般来说几乎都是 但是也有少数特例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讨论 那么什么是马克劳林级数呢 其实就是泰勒展开式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它的意思是说在0点像a等于0的地方 在a等于0的这个地方展开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特定的状况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写起来的话就会变成f0 再加上f'这个地方就没有减a了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x再加上 这边是二阶层 我们把它写在下面 这边是f'这边就变成了x的二次方 这样的写的话看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整洁 这个地方的话这边是n阶层 这边是连续为分n次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用到了为分了n次 就代表这个基本的条件 f是可以连续为分n次的一个条件 这边是x的n次方这样下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劳林极数的观念 那各位同学的话要知道 马克劳林极数就是泰勒展开式的一个特例 它是在0的那一点展开来 那它的形式就会写得非常的整洁的样子的模式 那么等一下我来介绍常常用到的 马克劳林极数的展开式 我们现在来介绍常见的一些马克劳林的展开式 现在我们首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的话是exponential 自然的指数 自然指数它的特性就是为分 还是老样子 再为分都是一样的 一直下去都一样 那么我们把在0点的地方带下去 它是1 两次为分带下去它也是1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全部都带下去 exponential 我们使用的是近似值好了 近似值啊 因为它是一个无穷的极数 f0带下去是1 这个地方带1进去 所以是1加x 这边都是1 所以是2阶层x的2次方 加上3阶层x的3次方 一直加 这就是我们自然指数的一个 马克劳林的展开式 第二种我们介绍的是三角函数好了 sine x sine的展开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要先算它的 f'x是cosine x 两次为分 负sine x 三次为分 负cosine x 来 四次为分 又回来了 重点是我带0下去看看 我发现它是0 这边都是 这边是1 两次为分带0进去 0 三次为分带下去 负1 四次为分带下去 我们后面不用再算了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周而复始的一样 好 那现在我要把它展开来了 按照这个展开式展开 sine x 我们用的是近似值 f'0这个地方没有 f'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什么呢 它这边是1 我们发现的是 我们每次跳两格都没有 都是只有1357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积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怎么写呢 我们写x 这边的话呢 1 0 这是0 1 0 负1 所以下一个的话呢 出现的是 减的负1 3阶乘x的三次方 再下一个回来以后就变5了 5的是正的 再过来就是负的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sine x的 马克老林的展开式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好了 我们第三个的话呢 是f of x的话呢 是余玄函数 cosin x 那么我们把它的 相对的一些维分 都写出来 cosin的维分是 负sin x 两次维分 是负的cosin x 三次维分 这边是sin x 再做下去就不用了 因为它是周而复始的 又回来了 重点是我把0带下去 1 这边是0 两次维分带下去 负1 三次维分带下去 0 好 现在的话呢 我把它的这个 余玄函数 使用马克劳林极数展开 现在的话呢 第一个式子 f0是1 有 加1 这个地方凡是 几次式的 1357的 通通都会变0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 cosin x 本来就是一个偶函数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话呢 全部的话呢 都加下去 这个地方是减掉 这边的话呢 两次的 两次的维分呢 这边是负1 所以是减到 2 接乘 x的2次方 我们再看到了 下面的话呢 又回到了 这是0次 一次 二次 这是三次 四次 所以这边是加的 加上4阶层 x的4次方 减掉 这是多少呢 6阶层 那各位同学可以推算 这就是我们 就是余玄函数的 马克劳林极数的展开 我们在很多的函数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展开的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余式项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这个余式项是 这边是n加1 唯分n次 这边是n加1的阶层 这边是x的 减a的话呢 这个是n加一次方 那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在0的周边 这边的话呢 唯分了n次 各位同学都 再怎么唯分 它都会排除不了 在1跟-1之间 所以它基本上 它收敛得非常的快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常用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双区函数 或者是对数函数 它都可以使用 马克劳林极数展开 那各位同学不妨的话呢 可以去试一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